朋友们好,欢迎收听阿清分享的故事,这期继续分享《黑车司机》第135篇 尽管白鹿是一个经过了特殊训练的人,但是却没有被专门训练过脸皮 所以,当被他们嘲笑时,还是感觉自己脸上有些挂不住 他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和别的女人分享一个男人 他是一个多么骄傲的人啊 事事处处拔尖,什么事都要做到最好 但是不得不说,这件事,自己搞砸了 无论你承认还是不承认,这依然是一个男权社会 女人对男人的依赖已经深入到了社会成员的骨子里 即便是那些看上去很强大的女人 其实内心里也是希望有个男人来撑腰的 强大如白鹿依然是如此 莫小于在他心里的地位越来越重 这不是外在的依赖,而是在内心里悄然形成的内心依赖 虽然我们不知道你是干啥的 但是小于知道就行了 她认可的女人错不了 以前的时候,我和盈盈还有一个姐妹,佳佳 但是现在她生死不明,你来了更好 如果佳佳哪天回来,我们就可以打麻将了 苏菲毕竟是大几岁 所以,在安慰人的方面比陈婉营要好很多 林子大了,啥鸟都有 所以,我这不算是自己扎紧篱笆吧 但是至少我们姐妹应该是团结的 你们说呢? 陈婉营问道 我们听大姐的 苏菲率先响应道 说完,苏菲看着白鹿,等着她响应 白鹿觉得 这叫什么事? 和莫小于的这些女人中的两个结盟 这是打死她都没想过的事 但是这样的事,现在就在眼前 自己和莫小于聚少离多 如果再没有一个知心人 说不定哪天莫小于可能就把自己给忘了 形势比人强 容不得白鹿不妥协 大姐,二姐 说完这话 白鹿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 怎么感觉自己好像是刚过门的小老婆似的 呵呵呵,这就对了吗?走吧 二姐带你们去吃大餐 我在这唐州虽然没待多久 但是来了好几次了 对这里还是很熟悉的 苏菲说道 此刻的莫小于刚刚回到了杨帆家 成立公司的事还是要和杨帆说清楚 这样市里的很多事也可以让她给自己指点一二 可能会起到事半功倍的结果 她万万想不到自己刚刚离开了那几个女人 他们居然就结成了一个小团体 虽然她不喜欢这样的方式 但是三个女人一台戏 谁有本事谁上台 她能管的了 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要待上一段时间呢 开门一看是自己儿子回来了 杨帆高兴地拉着儿子的胳膊问东问西的 妈,就你一人在家呀 家人呢? 莫小于看看家里没人 问道 还没回来呢 刚刚打电话说要晚回来一会 杜曼山去公司了 可能是商量一下公司的事 怎么,你找他有事 坐下说 渴了吧 妈给你切个西瓜吃 说完 杨帆去忙活了 妈,你也吃点 我在香港注册了一家公司 想要回内地发展 到时候贷款什么的 能不能支持点 莫小于问道 不能 你是我儿子 我带给你款 这要人查出来 没事也给抹黑了 杨帆直接拒绝道 哎,就知道你这么说 这个公司 我是以别人的名义注册的 无论查什么 都和我没任何的关系 这样可以吧 潘家村的工程开发 汉顶集团彻底放弃了 市里正在找人接手 对吧 莫小于问道 那是个很大的工程 你以为跑到香港做一个皮包公司 就能接手那个盘子了 我告诉你 你少来 因为这个工程的事 董天明已经被上级警告过了 在出现群众闹事的事情 他这个市长也就干到头了 杨帆说道 他不干更好 能换谁上来 龙顶天有机会吗 莫小于问道 这很难说 你还是不要打这个工程的主意 不值得 万一烂手里 那就完蛋了 你那点钱就会血本无归 杨帆警告道 我相信团队的力量 就是在银行贷款方面 妈 你得给支持一下 原来还打算让谢氏生物仓股一下 但是现在资金充足 只要是银行这边 再能把贷款协调下来 我觉得没问题 莫小于说道 儿子 房地产不像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这里面的是多了 你能有精力搞这些吗 杨帆问道 我没精力 也没经验 但是我会找有经验的人 把这些人组合起来 就是一个好的团队 刘邦造反之前 也没造过反做过皇帝吧 莫小于说道 哎 你啊你 和你爹一个脾气 杨帆说到这里 意识到自己说多了 闭口不言 妈 我亲爹是个啥样的人 和我说说呗 莫小于问道 不说了 都是过去的事了 对了 晚上在家里吃饭吧 我去买菜 杨帆起身要走 我和你一块去 莫小于也站了起来 说道 你不累啊 要不你在家里歇着吧 不用了 我一直都在外面跑 虽然你把我找到了 但是这和没找到 也没多大区别吧 所以 有时间我就多陪陪你 莫小于说道 嗯 有时间多往乡下跑跑 他们更不容易 我知道 现在是两天打一个电话 他们在老家生活得也挺好 莫小于说道 莫小于开着杨帆的车 载着他一起去了超市 这是莫小于第一次陪着杨帆逛街 杨帆挽着儿子的胳膊 幸福的感觉 瞬间充满了全身的每个细胞 就在莫小于边推着小车 边和杨帆聊天时 没想到碰到了前面的人 莫小于急忙说对不起时 那人一回头 也看见了莫小于和杨帆 杨帆一愣 但是瞬间就认出了他 而他看到的 却是莫小于 这要巧 是啊 这要巧 莫小于善善地笑道 再看看身边的母亲杨帆 早已伸出手去 和他卧在了一起 杜部长也是经常过来买菜 杨帆握住了杜曼雪的手 问道 嗯 时常过来 杨行长也常过来吗 杜曼雪杨帆抓住了手 显得很不自然 他们以前虽然没打过多少交道 但是唐周这个圈子里 展露头角的女干部不是很多 他们在一次三八妇女节上见过 而且对于杨帆来说 杜曼雪在唐周的官场是一个很另类的人 多关注一些是自然的 最有名的莫过于杜曼雪十年 嫁了三个男人 这三个男人都是死于非命 这让唐周的政坛上流传着这样一个传闻 那就是杜曼雪是唐周命最硬的女人 杨帆虽然忙着和杜曼雪打招呼 但是也没忽略了 莫小鱼刚刚和杜曼雪打招呼的事 杜部长 这是我儿子 对了 你们认识 杨帆问道 杜曼雪正不知道怎么回答呢 莫小鱼说道 妈 你忘了 杜部长的哥哥是谢氏生物的顾问 我是在杜总的家里见过他的 哦 哦 对了 看我这脑子 忘了杜总那事了 杨帆是一个观察者 场中人 自然是知道怎么与人相处 有些人 哪怕你的眼神里略有那么些不屑 他们都可能察觉得到 他们会记在心里 在你不留意时 给你致命一击 所以 即便是杨帆和杜曼雪 没有任何业务往来和交集 而且杜曼雪在唐周政坛就是个笑话 是大家饭后的谈资 但是杨帆和他却相谈甚欢 开始时 杜曼雪心里还有些心虚 毕竟自己和莫小鱼的事杨帆不知道 要是杨帆知道了会怎么样 而且自己在他的面前总有一种儿媳妇在婆婆面前的拘谨 人生如戏 全靠演技 官场无疑是一个最好的舞台 可以说能登台演出的人无疑不是拔尖的演员 要想在这些形形色色的面具下看到一个人的真心 实在是太难 两人虽然没有多少交集 但是莫小鱼在后 他们两人在前 好像是多年的老友 聊着天 还交流一些做菜的心得 一直到结账处 两人才分开 各自结账离开 杜曼雪刚刚把东西搬上车 就接到了莫小鱼的短信 今天刚回来 等我 杜曼雪微笑了一下 愉快地吹着口哨 开车离开了超市的地下停车场 妈 你和这个杜部长很熟悉吗 在回去的路上 莫小鱼问道 不是很熟悉 不过我早就知道他 可以说 在唐州很少有人不知道他 他父亲是咱们唐州的老领导 让他出名的 还是他嫁了 三个男人都死了这时 都说他命硬 客夫 爱 其实他命挺苦的 杨帆说道 哦 我以为你和他很熟呢 莫小鱼说道 傻孩子 他哥哥不是咱们公司的顾问吗 他还是电视台的台长了 就在刚刚 我把下一年银行的广告给电视台了 现在银行拦储压力很大 也开始做广告了 不然揽不到钱 银行就该倒闭了 杨帆疲惫地说道 我的公司也想着请杜曼山担任经理 他有这个经验 主要是 他和当地的金融部门都很熟悉 这样贷款融资都方便一些 莫小鱼说道 你还得找几个懂地产的人 房地产不是只把钱搞来就完事了 这里面的事多着呢 杨帆说道 我知道 正在找这方面的人才 莫小鱼说道 晚饭后 谢家人还没回来 莫小鱼没有在等他 打车去了杜曼雪家里 我还以为你今晚不回来了呢 杜曼雪回到家后 一直都在想着自己和莫小鱼的事 今天的事可谓是狭路相逢 自己差点就忍不住了 但是理智让他一直都在压抑着自己的情绪 没做饭吧 我就知道 来 给你带饭来了 饺子 我妈包的 莫小鱼手里的饭盒 交到了杜曼雪手里 还热着呢 还给我带了点 他没问你带给谁 杜曼雪打开饭盒 捏了一个塞进嘴里 问道 我说太好吃了 今晚要熬夜 当夜宵了 莫小鱼边说边脱掉了衣服和鞋子 杜曼雪一愣 问道 他没看出来什么吧 看出什么来 莫小鱼爱 昧得笑道 笨蛋 当然是我和你的事了 没发现吧 你想他知道吗 我尊重你的意见 你要是想 我就告诉他 下次见了面 就不能叫洋行长了 要叫妈 莫小鱼说道 滚一边去吧 我是认真的 他没问你吧 没有 只要是没抓到咱俩 在床上黑羞 就不可能想到 咱俩有一腿 莫小鱼说道 杜曼雪白了莫小鱼一眼 没说别的 对了 我和别人在香港注册了一家公司 准备在唐州开发房地产 有什么建议吗 莫小鱼问道 现在开发房地产 地价这么贵 不是好时候了 杜曼雪说道 土地的是没啥 我准备接手潘家村那个烂摊子 你觉得怎么样 你疯了吧 现在都知道那是个烂摊子 你还往里跳 虽然政府取消了广场建设 但是都被那些村民上访的是给吓怕了 毫无疑问 这是市里今年的重点项目 要是不能顺利上马 董天明就危险了 这是你准备接手前 你最好是问问龙又轩这丫头 如果他没什么想法 你可以试试 如果他想在这上面做文章 你接手 这不是给董天明解套了吗 杜曼雪问道 潘家村这事真的和他有关系 墨小鱼问道 市里都是这么传的 当然了 这是没抓现行 没有证据 董天明这个哑巴亏 是吃也得吃 不吃也得吃 他能有什么办法 广场的事取消了之后 董天明在唐州的微信 已经跌到了谷底 现在都在等着看笑话呢 就是不知道 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哪里 杜曼雪说道 杜姐 他好歹也是你父亲的秘书 按说你们的关系应该不错的 我怎么听着 他这个处境 你一点也不着急呢 墨小鱼问道 爱 从我哥哥的事开始 我就明白了 杜家和他的香火情早就用完了 人走了 茶就凉了 杜曼雪说道 墨小鱼坐在浴缸里泡澡 而杜曼雪则是端着饭盒 已在门口看着墨小鱼 两个人的话题 一直都是墨小鱼的公司怎么运作 哎 对了 你搞这些东西 不上学了 杜曼雪问道 公司的事有人在操作 而且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这家公司也查不到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就做个后台老板就好了 墨小鱼说道 后台老板 你就这么放心地把钱交给人家 到时候人家卷款走了怎么办 不会的 我相信他们没这个胆子 话说回来 他们即便是卷走了 那就是我没有足够的魅力 算我活该吧 墨小鱼暧昧地笑道 杜曼雪开始时没明白 渐渐地他听出来了 不用说 替他掌握公司的又是不知道在哪里找的小妖精 不由地冷笑着将饭盒放在洗手池上 张牙舞爪地向墨小鱼走去 哎 杜姐 杜姐 你这是干什么 墨小鱼缩回了水面之下 但是很快被杜曼雪抓住头发提了上来 小混蛋 说 又勾搭上谁了 杜曼雪问道 墨小鱼抹了一把脸上的水 说道 哪有谁呀 苏菲 你见过的 这次在香港多亏了他 才在股市上捞了点钱 他说要成立公司 那就成立呗 我又不参与 对了 杜姐 我在三亚给你买了一套度假别墅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去看看 墨小鱼赶紧转移话题 对于杜曼雪这样的人 他早就有了既定的套路 一个是给予好处 另外一个就是转移话题 给我买的 我怎么不知道 杜曼雪果然上当 其实哪里有什么度假别墅 都是墨小鱼信口胡舟的 不过 他现在不差钱 出了这个门 马上就可以 打电话给海南的房地产公司 看看图片就能买下来 所以 只要杜曼雪高兴 怎么做都可以 因为到目前为止 墨小鱼女人虽多 但是还从来没有哪个女人 可以向杜曼雪 这样可以和他共赴一个境界 这让他感觉到 杜曼雪这里 好像是加油站 时间长了 不和杜曼雪来那么一次亲密接触 他就会感觉到浑身疲惫 就像是现在这样 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怎么 想不想去看看 墨小鱼问道 现在啊 你想热死我 还是想晒死我 杜曼雪不屑地说道 墨小鱼呼的一下 从浴缸里站了起来 扯过浴巾擦了一下身上的水 搂着杜曼雪 朝着大床走去 这几步路的距离还不老实 一双咸猪手 在杜曼雪的身上席卷了一遍 等到和杜曼雪到了床上时 早已是坦诚相见了 老规矩 你一杯 我一杯 杜曼雪说着 挣脱了墨小鱼的束缚 端过来床头 早已准备好的饕贴乾坤壶 倒满了俩个杯子 一人一杯 一饮而尽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杯子里的酒有问题 杜曼雪和墨小鱼搅在一起 气喘吁吁地问道 墨小鱼悚然一惊 问道 什么问题 我发现 喝了酒和你上床 我就有使不完的劲 而且特舒服 这几次后 我发现自己脸色好多了 而且皱纹都开始渐渐地平复了 这是不是和酒壶有关系 杜曼雪问道 嘿嘿 你错了 不是酒壶和酒的关系 而是和我有关系 我告诉过你了 为什么那么多的女人喜欢我 就是因为和我上 床有美容的功效 你信吗 墨小鱼问道 是吗 杜曼雪坏笑道 这还用说和我上完床都感觉到自己年轻了 你没有这感觉吗 墨小鱼得意忘形了 没有注意到杜曼雪的话里埋着陷阱 是吗 那我不上班了 我们开个美容院吧 你来做美容师 肯定很火 尤其是那些爱美的老太太 四五十岁的老婆子 效果一定很明显 说着说着 杜曼雪自己都笑得说不下去了 那样的不行 太老了 病入膏肓 无药可救了 你滚 我就知道你这是在糊弄小姑娘的吧 杜曼雪说道 但是此时幻境渐渐袭来 杜曼雪闭着眼 体会着幻境里的一切 他看到自己变成了一只白虎 身上驮着一个英俊的少年 那是他的主人 穿梭在森林里 这是一段愉悦的旅程 尤其是主人在他身上的感觉 那简直是让自己每一个神经末梢 都有了跳动的感觉 可以说 这世上没有两个能做到出现在同一个梦境里 还能相互交流的 虽然这不是梦境 但是出现在梦境里的莫小鱼和杜曼雪 依然感觉到这很震撼 你看到什么了 杜曼雪醒过来 自己浑身上下湿漉漉的 那是自己的汗水 但是他不想动 连去洗洗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看到一只白虎 我骑着它去和别的部落打仗 莫小鱼说道 我见到自己变成了一只白虎 被一个少年骑着 杜曼雪说道 这么说来 我们能在幻境里相遇了 莫小鱼问道 杜曼雪依偎着莫小鱼不想动 但是此时 他好像想起什么事来似的 抬头看向莫小鱼 问道 我问你一件事 你要老实回答我 要不然我会和你翻脸 咋了 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 莫小鱼说道 切 你做的对不起我的事多了 我问你 杜曼雪是怎么回事 杜曼雪问道 杜曼 杜曼怎么了 莫小鱼心里一惊 虽然自己和杜小婉没什么关系 自己都是被动的 但是想起杜小婉那眼神 莫小鱼就心有余悸 我觉得这孩子不对劲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杜曼雪直接问道 哎 这话可不能乱说 我和他能有啥关系 再说了 你告诉过我这时 我是那种没心没肺的人吗 莫小鱼问道 可是 这孩子明里暗里 向我打听你好几次了 还问我和你的关系咋样 以前他可是 从来不问这些的 再说了 我是啥道横 他是啥道横 一看就能看出来 他啥意思 杜曼雪说道 莫小鱼心里冷汗直流 但是这是怎么解释呢 这个我实在是不知道 你看看我 在唐州待几天 都是在外面跑 我哪有时间和他乱来 再说了 我和你才是真爱 他一个小丫头懂啥 我和他能谈啥 莫小鱼一脸的正义凛然 好吧 我信你 小鱼 我求你了 就算是他小姑娘有些花痴 可能是青春期的原因 你自制点好吧 千万不要对他做什么事 好吗 杜曼雪说道 好 我答应你 只要是你同意 我绝不会 哈哈 你这个混蛋 心里还是想的是吧 我让你想 我让你想 杜曼雪听到 莫小鱼这话 拿起枕头 就开始使劲地砸莫小鱼 哎哎哎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想多了 莫小鱼想要解释 但是奈何杜曼雪 不给他解释的机会了 他稍微一走神 就把自己的内心世界 给暴露了 杜曼雪打了一阵打泪了 被莫小鱼压 在了身下 身体扭了几下 两人就已经 负距离接触了 你这个混蛋 你要是敢对他怎么样 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他是我侄女 这是万一要是传出去 你让我怎么活 我还有脸在唐州带着吗 杜曼雪凝住 莫小鱼的耳朵问道 我只是和你开个玩笑 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 再说了 以前我们说他 不过也是在这张床上 出门后说过吗 再说了 我又不是不知道轻重 而且我还想让大哥 当我公司的经理呢 我怎么可能对小婉 做那种事呢 莫小鱼信誓淡淡地说道 你说的都是真的 杜曼雪对莫小鱼的人品 开始严重怀疑了 当然是真的了 我要是骗你 出门撞车 话未说完 就被杜曼雪堵住了嘴巴 不用发誓了 我信你 你和其他女人怎么搞 我都可以接受 但是唯独小婉 你不能乱来 我知道 我保证 绝不会 莫小鱼说道 莫小鱼心想 这都是顾依依那丫头胡乱来 见了她一定要让她 把杜曼婚恢复原状 要不然 杜曼婚那架时 早晚都会贴上来 到时候 杜曼雪要是真的 和自己翻脸了 自己后悔都来不及 还有就是杜曼山 自己想要让她为自己效力 自己却偷偷搞了人家未成年的闺女 她还不得报复 所以 杜曼这事 无论从哪里说起 自己都不能越界 自从上次龙又轩甩脸走后 莫小鱼还没有和她联系过 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但是无论如何 龙又轩都是一个绕不多去的坎 莫小鱼去饥渴新家里开了车 直奔学校而去 刚下了车 意外遇到了桑小童 一个人从校外郁郁寡欢地走了进来 喂 这是去哪了 这么不高兴 莫小鱼问道 桑小童一直都在想心事 没注意到莫小鱼的存在 听到莫小鱼说话 这才看到是莫小鱼 是你呀 怎么 没事又来泡老师了 桑小童没好气地说道 哎 我说 我一直也没得罪过你吧 但是 你怎么就对我看不顺眼呢 我还救过你 你咬过我 你这都是以怨报德 没见过你这样的人 莫小鱼说道 没见过吧 那你这就算是见识了 桑小童不理他 扭头就走 背着行李包 你这是去哪了 莫小鱼问道 去北京戏剧学院考研了 关你屁事 桑小童觉得自己的考得很糟糕 所以脾气也不好 一直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发泄对象 莫小鱼算是倒了霉了 正好遇到他脾气不好的时候 那 看这架势 是考得不咋地呀 滚一边去 姑奶奶烦着呢 你要是再胡说八道 信不信我抽你 桑小童一改往日舞台上温文尔雅的姿态 对莫小鱼那是不假词色 好 有种 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可以给我打电话 在北京 我还是认识几个人的 说不定可以帮到你 莫小鱼说完 扭头向办公楼走去 他是来找龙佑轩的 不是来泡桑小童的 桑小童听到这话 站住了 但是一回头看向莫小鱼时 发现这家伙居然已经走了 他还以为他会跟着自己到宿舍楼呢 他听懂了莫小鱼的话 那意思是他在北京认识人 说不定可以帮到他 他本能地想要去叫住他 可是自尊心让他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龙佑轩依然在给学生上课呢 莫小鱼推门进去 坐在了最后一排 一直等到他下课 也没理他 莫小鱼心想 这下完了 真的生气了 下课后 莫小鱼跟着去了办公室 龙佑轩都不拿正眼看他 什么事 有事说事 我还有课呢 龙佑轩冷冰冰地说道 但是莫小鱼没说话 进门时早已不着痕迹地把门带上了 龙佑轩是一个何等精明的女人 焉能注意不到莫小鱼这点小把戏 但是他没说 装作没看见 聪明的女人都知道 该在何时给男人留面子 不然的话 时时讲明白 时时讲清楚 那不是过日子 那是在菜市场买菜 莫小鱼上前 从他的背后还住他的腰 稍微一使劲 龙佑轩就被他抱在了怀里 你 放开我 这里是办公室 你不要胡来 龙佑轩说道 师姐 我下午要回一趟老家 你陪我回去吧 我爸妈老是说我不小了 可以谈恋爱了 你说我该怎么办 莫小鱼的嘴巴凑到了龙佑轩的耳朵跟上 呼吸着他身上特有的味道 情意绵绵地暗示着 要是换在以往 龙佑轩早就用高跟鞋地跟扎他的脚面了 但是这一次他居然没动 就这么让他抱着他 你这算是求婚吗 龙佑轩问道 当然不算 外面的那些花花草草除得怎么样了 龙佑轩又问道 这是横跟在他心里的一根刺 一天不拔掉 他的心里就不舒服 正在努力 你也知道 这肯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但是 过去的事了 你要给我改正的机会 对吧 莫小鱼说道 是吗 那就都等你拔除了再说吧 说完 龙佑轩使劲掰开了莫小鱼的手 莫小鱼也没有强迫他 但是却如影随形地跟着他 祈求道 师姐 我真的是给我爸妈说了 我要带女朋友回家 我可是没带任何人回家过 说完这话 莫小鱼就恨不得给自己一个嘴巴子 饥渴心的照片 可还在家里的大门口竖着呢 我可不是你的女朋友 别来这一逃 龙佑轩说道 哎哟 师姐 你想想 他们俩老人养我这么大不容易 到现在还不知道我亲妈找到了我 要是知道了 不知道多伤心呢 莫小鱼说道 看到莫小鱼落寞的样子 龙佑轩的心软了 她知道一下子让莫小鱼和那些女人都断了 也不大现实 再说了 那都是在自己之前 怎么觉得自己好像是第三者似的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龙佑轩问道 师姐 你同意了 我只是问问 我可能没时间 龙佑轩言不由衷地说道 莫小鱼心想 你都问了 还能不去吗 言不由衷是女人的天性 下午去可以吗 我们可以在那里住一晚 你是没在山村里住过 那里其实很安静 很适合养生休闲 去了你就知道了 我保证 到时候你就会舍不得回来了 莫小鱼说得天花烂醉 行吧 我下午没课 但是明天一早就有课 必须今晚回来 怎么可能在村里过夜呢 龙佑轩皱眉说道 莫小鱼满口答应 只要是你肯去 去了就由不得你了 她等到龙佑轩下班 两人在食堂里简单吃了点 然后开车直奔莫家台村 这还是饥渴心的车吧 龙佑轩现在俨然是把自己当做莫小鱼的女朋友了 所以一切都开始重新审视了 啊 呃 是啊 莫小鱼想否认也否认不了 只能是承认 你现在不是挺有钱了吗 干嘛不自己买车 老是开她的车干嘛 你这样藕断丝连的 怎么让我放心 龙佑轩问道 我保证回来就去自己买车 绝不再开她的车了 好吧 莫小鱼说道 哼 我看你 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没诚意 龙佑轩不满道 莫小鱼可不敢现在就惹火了她 说自己是什么就是什么吧 反正只要是她高兴 一切都可以 师姐 你见了我爸妈 该怎么称呼 莫小鱼征求她的意见道 阿姨 叔叔 可以吧 龙佑轩皱眉反问道 对 就这么叫 不过 我亲妈那点事 你可千万不要说漏了 怎么 你打算瞒一辈子 龙佑轩问道 哎 这是吧 我还没想好怎么说 我现在整天在外面瞎忙活 但是他们知道 我是他们的儿子 我的家在他们那里 所以他们不慌 我就是再多的时间不回家 他们也不会着急 但是我要是说了呢 我就是隔一天回一次 他们也会在心里觉得远了 莫小鱼叹口气说道 看着莫小鱼的样子 龙佑轩的心又觉得软了 忽然觉得他虽然混蛋了点 但是人还是不错的 于是问道 关于你亲生父亲 杨帆没告诉你吗 没有 他不肯说 莫小鱼说道 呵呵 我说句话 你别不高兴 我觉得吧 你要是真的随你农村的父母 肯定不会这么话 所以 我断定 你是随你那个素未蒙面的亲弟 我虽然不知道 当时你父母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肯定是你爹对不起杨帆的 他要是活着 就太混蛋了 这么多年 一点消息都没有 怎么可能呢 龙佑轩摇头说道 虽然自己和那亲爹没见过面 但是龙佑轩这么说 自己亲爹 他的心里还是不大舒服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 让他高兴 这事就算是差不多了 自己爹只能是委屈一下了 先不说这事了 对了 问你个事 潘家村的事 是李怎么处理的 还没找好接盘的人 墨小鱼问道 可能差不多了 不知道怎么搞的 董天明居然和穆英泽搞到一起了 这是不是不可思议 龙佑轩问道 什么 英泽集团不是说不接盘吗 怎么又接了 墨小鱼急问道 你找什么急呀 龙佑轩对于墨小鱼的态度很疑惑 问道 实话实说吧 我想接 墨小鱼说道 你想接 开什么玩笑 你有那么多钱吗 就算是有银行给你支持 你知道这个项目多大吗 怎么可能 龙佑轩问道 怎么不可能 我在香港找了一家公司 我和他们合作 准备接这个盘呢 再说了 虽然英泽集团上市了 他们的钱就很多吗 墨小鱼皱眉问道 我不大清楚 但是这是我没大关注 你要是真想做 我们就该掉头回去 打听一下最新的进展 否则耽误一夜 可能结果就不一样 龙佑轩看着墨小鱼 说道 墨小鱼想都没想 说道 不 我都和我爸妈说好了 我要带你回来的 不能让他们失望 必须回去 看到墨小鱼这样子 龙佑轩欣慰地笑了一下 伸手摸着墨小鱼的肩膀 说道 赚再多的钱 都比不上父母亲情的珍贵 你能做这个决定 我很高兴 虽然你还没符合我的要求 但是刚刚这一刻 我觉得你还是可以考虑的 这是我的心里话 对了 大哥对这事就听之认之了 干嘛不插上一手 墨小鱼问道 不行了 其书记已经有意无意地点了大哥了 之前的事闹得太大 上面对唐州市领导班子很不满意 再加上 即便是把董天明挤走 我大哥也不见得能上位 所以 只能是眼睁睁看着这个机会跑掉了 龙佑轩说道 不 还没走掉 即便是不能把董天明挤走 也得恶心他一下 师姐 关于这个项目的事 你要帮我拿下来 墨小鱼说道 你好像对这事特别地有信心 我倒是很想知道 你找来的这个公司到底什么背景 龙佑轩说道 也没什么背景 我这不是也在想着 给大哥的政绩上抹上一笔吗 要是董天明这是办不成 但是大哥引来的外资 把这个项目做得很好 那大哥的下一步进步 岂不是水到渠成 墨小鱼说道 龙佑轩看着墨小鱼 仿佛是要看透他的内心怎么想的 但是越看墨小鱼 发现自己好像对他越陌生了 以前他只要是一决定 自己就能知道他想拉什么事 但是现在这家伙的内心是越来越复杂了 这倒是让他心里暗暗心惊 墨小鱼 我发现我现在越来越看不懂你了 龙佑轩说道 是吗 师姐 我是个多么简单的人啊 你怎么说这话 墨小鱼问道 不 你可不简单 从我认识你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吧 你看看你折腾的这些事 哪一件是简单的 墨小鱼 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龙佑轩说道 墨小鱼看看前面 停下了车 但是没熄火 车外面太热了 车里开着空调好很多 墨小鱼扭头看着龙佑轩 深情地说道 师姐 从我第一眼看见你 我就喜欢你 但是那时候 我真的没自信 再说了 你还是老师 在我的心里 那是天上的仙子一般 我从未想到 有一天会把你当做女朋友带回来 让我父母看看 这番话虽然不多 但是足够肉麻 就连龙佑轩都不知道 该怎么接下去了 墨小鱼趁势解开了安全带 在龙佑轩还没反应过来时 他已经扑到了副驾驶的座位上 双手抱住龙佑轩的头 轻柔 但是霸道地吻了上去 容不得他半点犹豫 虽然龙佑轩在极力抵抗 奈何遇上了经验丰富的墨小鱼 几下的功夫 就败下阵来 坦口轻奇 虽然是被动的 开始时及其被动 好像都不知道怎么回应墨小鱼 可是当墨小鱼的手伸向他的衣领时 却被安全带挡住了 这个时候 再去解安全带 极有可能会让龙佑轩 得到喘息的机会而逃掉 但是没想到的是 墨小鱼听到咔嚓一声 刚刚还在推着墨小鱼不就范的龙佑轩 居然自己解开了安全带 这让墨小鱼猛然一愣 但是随即加快了口中的讨伐 而更让墨小鱼感到兴奋的是 龙佑轩接下来按动座椅按钮 副驾驶的座位缓缓放下 龙佑轩由坐着变成了躺着 墨小鱼一时间感到很惊讶 因为龙佑轩以前从来没有这么主动过 他在想 这不会是什么阴谋吧 龙佑轩的阴谋诡计太多 他要是极力地拒绝 墨小鱼可能还会再继续强迫 但是他这样主动 反而让墨小鱼有点喂手喂脚了 你可想好了 我从来没和男人这样过 你要是要了我 就得娶我 否则的话 你知道后果 龙佑轩看着墨小鱼 微笑着说道 妈的 这个架势 如果是一般的男人 可能给个承诺就上了 但是墨小鱼不是一般的男人 因为他是一个有很多女人的男人 他忽然想明白了 龙佑轩这是孤注一掷 这是在以这种方式来唤取墨小鱼对其他女人的放弃 不得不说 这是最毒的一招 极其管用 龙佑轩恰恰就是这样想的 男人 尤其是像墨小鱼这样的男人 肯定不能没有女人 自己和他找的那些女人相比 自己比他们差哪儿 一点都不差 差的就是自己信守的原则 那即是婚前不能有越轨的地方 这才让墨小鱼去找其他的女人 那现在自己放弃这个原则 我是女人 我也能做女人做的一切事 能换墨小鱼和其他的女人一刀两断吗 这是你的第一次 墨小鱼问道 怎么 你不信 龙佑轩怒道 不不不 师姐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在想 这么美丽的女人 怎么没男人追呢 难道唐州的男人除了我之外都瞎了 墨小鱼将一句疑问的话 变成了赞美的语言 让美人心里极其受用 不要转移话题 怎么想的 龙佑轩问道 嗯 我倒是想 不信你摸摸这里 仗得难受 但是呢 墨小鱼话未说完 慢慢压低了身体 伸手解开了龙佑轩领口的第一个 扣子 墨小鱼明显感受到了龙佑轩呼吸的急促 他慢慢凑上去 在他的领口吻了一下 趁其不备 在那片白皙的肌肤上 狠狠地添了一下 龙佑轩的身体 明显地向后仰去 身体呈相反方向张开的弓 并且出现了短暂的站立 但是就在龙佑轩 做好了迎接更重要的侵犯时 一切戛然而止 墨小鱼慢慢直起身体 伸手替他系好扣子 怎么了 龙佑轩仗红了脸 问道 墨小鱼已在自己的座位上 看着龙佑轩 说道 每个女人的第一次 不亚于生孩子 在这样的地方 对你不公平 你也不会得到很好的享受 这可能 对你未来都是阴影 我可不想 以后每天面对一个性冷淡的老婆 所以 我还是忍一下 一定要在家里 或者是布置好的房间里 这件事 要当作一件神圣的仪式来做 我觉得 那样才对地起你 墨小鱼 就像是一个神奇的告白者 明明是理由 却把理由说得冠名堂皇 就算是精明如龙又宣 也挑不出这话哪里不对 有理有据 而且还是为他着想 所以 尽管是自己早已泛滥成灾 可是依然说不出反驳的话来 调整好座位 墨小鱼刚想启动汽车 龙又宣说 等一下 怎么了 你 你先出去一下 我整理一下衣服 龙又宣说道 墨小鱼看看墨小鱼 衣服早就整理好了 还要整理哪里 这不是挺好的吗 还整理啥 墨小鱼看到龙又宣 要杀人的目光 以及拿在手里的卫生纸 这才知道自己又傻了 于是拿着烟下了车 在酷热的天气里 看着下面的山村 那即是墨家台了 墨小鱼的父母 显然没想到 儿子又带来一个女孩子 所以一时间有点懵圈 还是墨小鱼介绍道 妈 这就是我和你说的 我的女朋友 墨小鱼的母亲杨凤云一愣 但是反应到还是快 马上抓着龙又宣的手 左看右看的 心里欢喜得不得了 虽然和饥渴心相比 龙又宣是另外一种风情 但是看上去 却显得更稳重了很多 姑娘 你叫啥名字 龙又宣 墨小鱼答道 我没问你 杨凤云看了一眼墨小鱼 说道 阿姨 我叫龙又宣 在大学里当老师 龙又宣乖巧地说道 哦 还是个大学老师 真好 走 快点 屋里坐吧 老头子快去烧水泡茶 这是小鱼的爸爸 杨凤云还不忘了介绍自己老头子 叔叔好 给您添麻烦了 不麻烦 不麻烦 你们屋里坐 我去烧水泡茶 墨家昌连忙说道 墨小鱼也想跟着去堂屋 但是被墨家昌一下子拉到了厨房里 到底怎么回事 闯祸了 墨家昌问道 闯祸 闯啥祸 墨小鱼不解地问道 你这还没毕业呢 就往家里领女朋友 该不会是把人家姑娘怎么着了吧 怀上了 墨家昌小声问道 哎 爹 这是可不是该你问的 你快点烧水吧 我去堂屋看看 墨小鱼说着 跑出了厨房 墨家昌看着儿子的背影 嘿嘿一笑 自言自语道 要是怀上了也挺好 先结婚生孩子 电视上不是说 现在可以大学生结婚了吗 墨家昌想到这里 再也坐不住了 走到了院子里 朝着堂屋里喊道 老婆子 你出来一下 看看做什么饭 杨凤云还想多和龙又轩说会话呢 听到墨家昌叫自己 这才想起来 做饭要紧 于是让墨小鱼陪着龙又轩 自己赶忙出去了 看出点啥没 两人进了厨房 墨家昌嘀咕道 看出来啥了 杨凤云不解地问道 我是说 你看出那姑娘像是怀上的吗 啊 你谁和你说的 小鱼说的 杨凤云一愣 急问道 不是 这小子不肯说 我猜的 我是觉得 这不年不节的 他之前也没说交了女朋友吧 这冷不丁地带回来 要是没惹祸 怎么可能呢 墨家昌问道 杨凤云经老头这么一点拨 豁然开朗 抓着老头子的手 说道 要是真的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不用说 人家姑娘这次来 肯定是来要个说法的 就看我们的态度了 这姑娘一看就是城里人 肯定要在唐州市里买房子 咱们现在有多少钱 这边老两口在讨论儿媳妇怀孕的事 虽然他们还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怀上了 但是在日本一幢别墅里 也有一个女人在纠结着呢 月姓的日子早已过了 但是自己的月姓一直没来 这让池田之鹰非常的担心 因为自己在中国做了什么事 他很清楚 可是当时有各种各样的事 居然忘了买药吃 一直到后来才想起来 但是为时已晚 眼睛盯着马桶上那枚早运势条 这是漫长的五分钟 当五分钟过去之后 他揉了一下眼睛 看到了是条上的结果 赶紧又拿过来 对照表看了一下 瞬间就觉得自己天旋地转 一屁鼓坐在了地板上 自己果然是中标了 莫小鱼这个混蛋 自己恨不得杀了他 但是他居然 居然让自己怀孕了 这是何等的讽刺 而且自己还没结婚 再说了 自己还是山口组未来的接班人 如果让父亲知道了 自己居然怀上了一个中国男人的孩子 那自己就可能在竞争山口组 组长的过程中被挤下来 不行 这件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自己要想办法 偷偷将孩子打下来 这件事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池田之音暗暗想到 但是 这毕竟是自己的孩子 任何一个女人都是如此 可能对孩子的父亲憎恨得无以复加 但是对他们的孩子却爱如珍宝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女人生下了公衰女干饭的孩子 这无疑是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 她甚至荒唐地拿起手机想要给那个男人打个电话 她想的问题更加地简单 那就是报复 刚刚还在想 这件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但是却可以让墨小鱼知道 因为他是孩子的父亲 让他知道自己怀了他的孩子 但是自己却不想要这个孩子 还要打掉他 这对他来说是不是一种打击 任何的男人 可能在养孩子这件事上粗之大业 或者是根本就不尽心 但是如果说把自己的种拿掉 没几个男人会同意 除非他们真的不想要 不一会 杨凤云又回到了堂屋里 墨家昌去杀鸡了 杨凤云把墨小鱼支了出去 刚刚走出门 兜里的手机开始剧烈地震动起来 墨小鱼回头看看屋里 拿着手机悄悄出了门 墨小鱼 我是池田之鹰 没想到吧 是你啊 什么是 墨小鱼惊讶道 你这个混蛋 我这辈子都会记着你 早晚有一天我会让你碎尸万段 也难解我的心头之恨 好了好了 你是不是喝多了 想骂街去大街上骂 打电话多浪费钱啊 没等他说完 墨小鱼就截断了他的话头 说道 池田之鹰尝出了一口气 说道 你这个混蛋 我怀孕了 你的孩子 但是我不打算要他 我要去医院打掉这个孩子 我觉得呢 这是你也有份 所以和你说一声 等会 你说什么 墨小鱼一愣 问道 我是说 我怀孕了 我是说我怀孕了 你的孩子 但是我不想要 我要去打掉这个孩子 池田之鹰又说了一遍 咋 养不起啊 要不我给你钱 你养着呗 墨小鱼 要不然送到中国来也可以 打掉干嘛 墨小鱼问道 这是我的决定 我只是告诉你一声 决定全在我这里 池田之鹰说道 商量一下 我每月给你打点钱 养着吧 我这么好得重 你们日本不好找 滚 池田之鹰没等墨小鱼说完 骂了一句 挂断了电话 墨小鱼看着手机 有点不相信 这是真的 但是他又一想 池田之鹰很久 没有和自己联系了 应该不会无聊到 和自己开这种玩笑 这么说来 自己可以生孩子了 看来双煞解除之后 自己不会再绝后了 所以 他又想到 虽然池田之鹰是日本人 但孩子可是自己的种 墨小鱼也是这样的想法 那是老子的种 怎么能说 不要就不要呢 怎么了 看你的脸色不大对啊 墨小鱼回到屋里 空调的风很足 屋里比外面凉快多了 墨小鱼看着龙又轩的脸色 羞得通红 不禁问道 龙又轩看看门外 小声说道 你和你爸妈说什么了 他说的那些话 我怎么听着不对劲啊 我妈说什么了 墨小鱼低声问道 说什么 现在年纪也不小了 该结婚生孩子了 有了孩子千万不能不要 还说要是你们不愿意养着 可以送到这里来 他帮着看 这 这都哪跟哪呀 龙又轩问道 嗯 我爸也问我 这不年不节地把你带回来 坏了 他们肯定误以为 我这个时候 把你带回来 是因为你怀孕了 所以才不得不回来的 墨小鱼说道 啊 你 我就说了吗 现在回来不是时候 连周末都不是 你 你 这怎么解释 龙又轩的脸更红了 自己还没和墨小鱼 有任何的关系呢 居然被认为是怀孕了 随他们吧 愿怎么认为 就怎么认为吧 我待会解释一下就行了 反正你又没事 不过 这倒是让我有了一个灵感 我们先上孩子后 结婚怎么样 墨小鱼开玩笑道 滚 你啥意思 怕我不会生孩子啊 龙又轩白了他一眼说道 哪有 我是说到时候等孩子几岁了 给我们当花童多好 滚一边去 想占便宜就直接说 何必这么拐歪抹脚的 龙又轩做事要打墨小鱼 但是此时杨凤云进来了 看着儿子和儿媳妇打打闹闹的 杨凤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端着一个篮子 走到墨小鱼他们面前 小鱼 你们啥时候走 到时候把这些鸡蛋带上吧 我听说现在 城里卖的鸡蛋都未饲料 里面加了很多药物 对身体不好 我这是山鸡蛋 下蛋的鸡都是 在山里吃草子和虫子 喝山泉水长大的 营养好 你们带回去吃 没有了就回来取 我都给你们攒着 杨凤云说道 阿姨 不用的 城里也有卖的 我们可以买 你们自己留着吃吧 城里卖的那些 也没有咱自己养的放心 电视上常说 这里的食品出问题了 那里的食品出问题了 都是吃坏了人才被发现的 也不知道 平时那些管这事的人 都猫哪去了 还是吃我自己养的吧 尤其是你 你要养好身体 这女人啊 杨凤云放下鸡蛋 又开始唠叨起来 墨小鱼坐在一边 看着母亲说个不停 心里挺难受的 现在这些鸡蛋 又开始给儿媳妇吃了 以前记得自己上学时 都给自己吃了 夏天怕坏 就腌成咸鸡蛋给她带着 阿姨 真的不用 你们在家里 才应该保重好身体 这些鸡蛋 你们自己吃就行 龙又轩也不知道 怎么劝她了 没事 我们都老了 吃什么都无所谓 我们要是想 吃买就行 多的是卖的 杨凤云说道 吃过晚饭 墨小鱼带着龙又轩 在村里逛着玩 这里和以前 有了很大的差别 晚上这里 也有游人住宿游览 对了 我还没问你呢 门口既可信 那个牌子咋回事 他成你家农家乐 代言人了 你们家可够可以的 请得起这么大牌的人 龙又轩酸溜溜地问道 墨小鱼只得是再解释一遍 但是龙又轩对墨小鱼的话 表示严重的怀疑 其实吧 我知道 要不是你和极可信有奸情 他会这么帮你家 做梦吧你 我说的对不对 龙又轩问道 墨小鱼杂败一下嘴 说道 嗯 也算是吧 不过人家也是好意 就是这样 我也没说要和他结婚吧 我这不是还到你这里来了吗 哼 这可说不定 哎 我很好奇 你怎么和他搞到一起的 极可信多么心高气傲的人 在唐州 那是多少男人的梦中情人 你怎么就能截足先登呢 龙又轩问道 关于极可信过去那些事 墨小鱼根本没法 和龙又轩说 那样可能会伤害到极可信 那些过去的事 决然不能再提了 他怎么了 高傲傻 在高傲不也是个女人吗 女人的反义词是傻 男人啊 还有 凡是那些外界盛传的多么高傲的女人 其实内心里寂寞得很 要么是真的没有男人 要么就是 有你想不到的秘密的男人 一旦揭开盖子 其实你看到的 未必是像是你之前以为的光鲜 也可能是你想象不到的肮脏 就像是现在的娱乐圈一样 哦 我还小呢 没有恋爱经历 没有找过男朋友 其实 不知道和多少男人上过床了呢 只是外人不知道罢了 墨小鱼感慨地说道 那 极可信是光鲜的 还是肮脏的呢 龙又轩停下脚步 扭了一下脚 今天穿着高跟鞋出来的 走村里的山路很不舒服 呵呵 背后议论人可不好 不过 极可信还是很纯洁的 墨小鱼言不由衷地说道 走不动了 脚疼得很 下次来一定穿运动鞋 龙又轩说道 那我背你回去吧 把高跟鞋脱下来拿着 墨小鱼说完 一弯腰 蹲在了龙又轩面前 真的要背回去 让你们村里人看见多不好 那怕啥 我是背自己的媳妇 去 我可还没答应呢 你的条件还不够格 对了 你和杜曼雪是怎么搞伤的 龙又轩接着问道 嘿嘿 你要是今晚和我一起睡 我就讲给你听 怎么样 到了门口 龙又轩坚持要下来自己走进去 此时杨凤云坐在院子里 看到两人进来 说道 天不早了 歇着吧 小轩住这屋 儿子 你住那屋 墨小鱼看了一眼龙又轩 心想 老妈 你可真疼我啊 第二天一大早 龙又轩还有课 必须早走 昨晚睡得好吗 墨小鱼问道 不好 换个地方很难睡着 而且一大早 攻击就开始打鸣 太田园了点 龙又轩说道 要不然我今晚补偿你 开个房请你睡 墨小鱼暧昧地说道 晚了 哼 曾经我给过你机会 但是你没抓住 再想 等着吧 龙又轩白了他一眼 说道 墨小鱼长叹一口气 说道 爱 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你们男人是不是就想着床上那点事了 和女人就不能好好说话吗 三句话不离那点事 下流 其实呢 我们和女人交流的方式有很多 但是我们男人认为 唯有在床上 才可以和女人进行全身心的交流 而且效果最好 墨小鱼大言不惭地说道 龙又轩看到墨小鱼说 这么不要脸的话 居然没有脸红 伸手在她的大腿上拧了一把 墨小鱼嗷的一声 脚下的油门一下子不听使唤了 呼得一下窜了出去 吓得龙又轩赶紧松开了她 墨小鱼将龙又轩送到了学校 自己没有多待 开车离开了 墨小鱼没去别的地方 去了英泽集团 她要找陈南璐问问 到底怎么回事 自己已经告诉她了 不许英泽集团再参与到潘家村项目里来 但是她居然没听自己的 还是现在又不能做主了 地下停车场很阴凉 墨小鱼打开了车窗 等在车里 已经给陈南璐打过电话 让她到地下停车场来见她 几分钟后 墨小鱼看到了一个穿着套装的女人出了电梯 东张西望地寻找着她要找的人 墨小鱼问了一下喇叭 打着双闪 陈南璐看到了墨小鱼的位置 于是走了过去 地下停车场一个人都没有 只有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 哒哒哒地还带着回音 要不是知道墨小鱼在这里 她一个人断断不敢来这里的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不能晃的地方吗 陈南璐看着周围 尤其是这里还有摄像头 一个不小心就会被发现的 上车 墨小鱼说道 陈南璐不得不拉抬车门 坐在了副驾驶座位上 有点紧张 因为害怕 凡是要想得到一些东西 就必然会付出一些东西 她得到了墨正旗 重新对她的爱和家庭 但是却不得不屈从于墨小鱼的索取 因为她现在的一切都是墨小鱼给她的 想什么时候索取 就什么时候索取 想索取多少 就索取多少 董子墨又找你了吗 墨小鱼问道 找 找过我 但是我没有在和她 有 有其他关系 陈南璐说道 找你干什么 还是让英泽集团 接手潘家村 对吧 墨小鱼问道 陈南璐点点头 说道 现在董子墨和他父亲董天明都在上面呢 墨英泽回来了 他们在谈潘家村的项目问题呢 墨英泽回来了 墨小鱼皱眉问道 对 我一直都在按照你的意思 推托英泽集团 没能力接受潘家村 但是据说董天明专门派人去了上海 把墨英泽请了回来 就是为了让他们接手潘家村 说到正式 陈南璐不大紧张了 有条不紊地说道 他们现在谈到什么程度了 开始有意象了吗 墨小鱼问道 可能是差不多了 今晚墨英泽要在上品阁 请董天明吃饭 我估计合作得差不多了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 英泽集团需要大笔的贷款 但是银行的支持方面 董天明还没给最后的意见 墨小鱼想到了 当时英康宁也是需要大笔的贷款 来启动潘家村项目 但是那次协调后 也没多大意义 现在的银行不是傻子 潘家村如果是按照以前的规划 开发商的利润很小 银行的回款压力很大 所以尽管是董天明这个市长出面 依然是没有起到作用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广场规划取消 可以大幅度地增加商业和住宅地产的开发 这样一来 银行可以很容易收回贷款 那么贷款的问题就会不存在了 所以墨小鱼心急如焚 要是失去了这个项目 那么再想拿地建设 哪有那么好的事 再说了 潘家村的地段之好 目前来说 没有比这块地更靠近市中心了 如果我想阻止他们谈好这事 该怎么做 墨小鱼问陈南露道 陈南露摇摇头 说道 我也不知道 现在沐英泽回来了 公司里只有他说了算 其他人说了都不算了 墨小鱼看了一眼陈南露 伸手想要摸一下他的脸 但是他因为害怕却躲开了 墨小鱼没有动 但是脸上的表情很不好看 陈南露担心墨小鱼生气 愣了一下 又主动地把脸送到了墨小鱼的手边 当墨小鱼的手真的接触到他的皮肤时 陈南露还是抖了一下 把衣服脱了 墨小鱼命令道 在 在这里 陈南露犹豫地问道 你要是想下去 脱也可以 在车里还是下去 都有你 墨小鱼说道 能不能出去 不要在这里 这里是公司 我担心会被发现了 陈南露问道 墨小鱼不吱声了 按了一下按钮 整个座位向后仰去 看到墨小鱼这个架势 陈南露知道自己逃不掉的 于是 墨小鱼人听到了高跟鞋 掉在车里地毯上的轻微声音 斜了一眼 看着他将丝袜向下退去 直到卷成一个卷 扔在了前挡风玻璃下 本以为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墨小鱼一伸手 扯住了他的领带 像是拽一条不听话的狗一样 将其拉到了自己身上 然后像是包粽子一样 将其包得深无寸缕 这里是自己公司的停车场 还是在汽车里 车窗还没关 在他的内心里 时刻都担心着被发现 这种担心的念头 一直都占据着他的内心 让他既感到刺激 又觉得自己 全身都是那么的敏感 像是一匹早已被驯服的猎马 有很大的脾气 但是却早已被驯服 驾驭起来 让棋手感到身心愉悦 充满了驾驭的乐趣 潘兴安是在下班时 接到了莫小鱼的电话的 对于莫小鱼 潘兴安一直都是心存感激的 所以 无论莫小鱼什么时候叫他 他都会尽快感到 莫先生 好久没见你了 潘兴安已经是英泽集团的销售总裁了 莫英泽很器重他 嗯 你看起来瘦了不少 怎么 累的 莫小鱼开玩笑道 哎 算是吧 反正这段时间很忙 销售这一块都是我在负责了 所以 忙了点 莫先生有事找我 潘兴安问道 有点事 我想 让你从英泽集团辞职 怎么样 莫小鱼直接了当 没有绕弯子 辞 辞职 莫先生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记得 我去英泽集团也是你的建议 还得到了陈总的帮助 现在辞职 潘兴安一时间没想明白 莫小鱼到底是什么意思 没错 但是现在我让你辞职 也是为了你好 我的一个朋友成立了一家公司 想请你过去任销售总监 你还是负责销售 而且项目地点还是在唐州 就是你们村开发的地方 莫小鱼说道 这个 不大可能吧 现在英泽集团正在和市政府 谈接手潘家村开发的事情 潘兴安不信地说道 莫英泽没有这个本事 他开发不成 我这才给你这个机会的 如果莫英泽真的能拿到开发权 那你就可以不辞职 这样可以吧 咱们来个君子协定 如果莫英泽拿到了潘家村的开发权 你就继续留在英泽集团 如果他们没拿到开发权 那么你就辞职出来 去我朋友的公司任销售总监 怎么样 莫小鱼问道 莫小鱼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自己还能说什么呢 而且 潘兴安虽然不是好事之人 但是也看得出来 英泽集团的少奶奶陈南路 和莫小鱼的关系 绝对不简单 那好 谢谢莫先生给我这个机会 我一定会信守承诺 也请莫先生不要介意 我不能马上辞职 好吧 这都是小事 我要是拿不下这个项目 把你要来也没东西可卖 对吧 那就这样 我有点其他的事 你也忙了一天了 回去休息吧 莫小鱼站起来和潘兴安握握手 说道 莫小鱼在路边吃了点东西 就去了唐州大酒店 三个女人一台戏 不知道这三个女人唱得怎么样了 停好车 上楼前 想起了池田之音的那个电话 觉得昨晚池田之音 不像是喝多了的样子 于是又打了回去 喂 小妞 昨天你说的那事 是真的还是假的 接通电话后 莫小鱼问道 那你怎么不来日本看一看呢 你敢来吗 池田之音冷冷地问道 去日本怎么了 这有什么难的 我是想知道你到底怎么想的 莫小鱼问道 我已经约好了医生 会尽快去做手术的 池田之音说道 哎 我告诉你 药物流产呢 很可能会流不干净 会引起并发症 妇科疾病等 但是要是做手术呢 会很疼 我了解了一下 好像是叫刮工 你想想 把那个手术器械伸到子宫里 像刮墙皮一样 你说得多疼啊 所以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生下来 你要是不愿意养呢 给我寄来 我自己养 怎么样 莫小鱼说道 你有毛病吧 我既然不想生 那就是不生 你说再多也没用 和你没关系 我靠 你放的这是什么屁 那是我儿子或者是女儿 怎么和我没关系呢 没关系 打电话告诉我干嘛 莫小鱼提高了声音问道 嘿嘿 我打电话给你 是想告诉你 你的孩子被我杀了 池田之鹰咬着牙说道 哎 你这个死变态 莫小鱼话没说完 就听见手机里 传来了嘟嘟嘟的舌音 池田之鹰挂了 莫小鱼无奈 很不高兴地上楼了 敲了敲白鹿和陈婉莹的房门 都没人 到了苏菲的房门前 敲了敲 苏菲开的门 莫小鱼进去后发现 这三个女人居然真的在打麻将 哎 你来了就好了 三缺一 正好 苏菲说道 怎么了这是 不高兴啊 陈婉莹看到莫小鱼不开心的样子 问道 没事 公司地址找得怎么样了 莫小鱼问道 已经找好了 市中心 挨着市政府的位置 有几层楼正在出租 我还没定 你去看看吧 苏菲说道 我不去了 我在幕后操作一下就行了 就是慕英泽那里 他们现在很想接手 潘家村这个项目 这样 肯定是和我们有冲突了 而且他们和市政府 已经开始洽谈了 估计很快就会签署协议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莫小鱼看着一桌子的麻将 说道 苏菲看出来莫小鱼的不悦了 于是说道 这样吧 我明天上午去拜见一下董天明 看看我们还有没有机会 如果没有 我再去拜见龙顶天 你不是说龙顶天和董天明有矛盾吗 不用了 你不用去找董天明了 他是不会再和你合作了 这事也是因为他们有矛盾 如果在董天明手里 这个项目最终给了英泽集团做 那这就等于在龙顶天脸上狠狠地打了一耳光 因为英泽集团本来是龙顶天一手捧起来的 但是后来却背弃了龙顶天 你说要是英泽集团投进了董天明的怀抱里 这是啥兴致的事 莫小鱼问道 那好吧 就听你的 我们去找龙顶天 我和他妹妹很熟 是我的美术老师 我和他说一下 看看怎么才能更有说服力 莫小鱼说道 白鹿不参与这事 听到他们谈生意上的事 起身回自己的房间了 商定好这些事 莫小鱼出门去了白鹿的房间 我身体好得差不多了 我想明天回北京 鹰眼有消息了吗 白鹿开门让莫小鱼进去 说道 还没有 我待会问问 你这么着急回去干吗 在这里休息几天吧 不行 鹰眼说的我父母的事 我还是很想知道我父母到底怎么了 白鹿说道 我就是说道 我看你了 我现在是有所运动的事